第1层秘密客 大家好 我們是地產秘密客 今天來到我的故鄉永和 我們現在人在這個世界豆漿大王 從小吃到大 非常懷念的味道 今天特別帶San來吃 他是一個攤車起家 兩個老兵想要把家鄉味給傳承下來的 後來因為這個永和路拓寬之後 就開設這個世界豆漿大王 這一家是正統的 大家不要走錯 就是在中正橋頭這裡 那你一定要試試看他的這個豆漿 因為真的非常特別 我來喝一口看看 他有一點點那個焦香味 對 我自己很喜歡他的豆漿 是因為他的那個焦香味是非常特別的 他的豆漿非常的講究他這個黃豆的來源 他還特別去美國找這種品質比較好的黃豆 老闆很搞甘的 很搞甘 因為他要確保這個 而且是要這個非基因改造的 就是他整個整個食物的這個源頭 他都非常的講究 那你自己來你都點什麼 我非常喜歡吃他的這個燒餅油條 而且一定要夾他的蛋 那他這個燒餅也是做工業非常的繁複 整個製作的麵糰到這個整個溫度的掌握 都要控制的非常好 你現在是就 你現在是 很開吃了 咬手禮 等一下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整行當美食Youtuber 我覺得這idea很好了 是不是當Youtuber 你到處吃我覺得很棒 不是啊其實我們今天是要帶大家就是 剖析一下永和的房市 因為大家最近有好奇 現在永和的房價嘛 包括現在新建案的房價 跟這個中古大樓的價格大概是多少 以及現在要進場買 就是永和的房子會不會太貴 會不會太晚呢 那我們現在呢就帶大家剖析永和房市 歡迎來到迷之國度永和 上次我開車來永和找你真的被大迷宮給嚇死 差點以為開不出來 欸我完全沒有辦法想像啊 因為永和的路其實蠻好認的啊 最好是啦你確定 真的啦你常來就會習慣了 而且永和是這個全台人口密度最高的行政區 雖然永和小但武藏巨拳什麼技能都有欸 帶大家來看 曾經在這個永和轟動一時的最貴單價豪宅 就是這一棟極美一品花園 這也離你家超級近 超級近 這塊基地呢應該是很多老永和人的記憶 它前身呢是這個太平洋百貨 那這一棟豪宅屋林目前呢已經七年囉 它的實價登陸行情高樓層已經來到了78萬 一戶總價將近7千萬喔 其實頂溪站這一帶呢周邊呢是這個永和人買房的熱門區域 也是單價最貴的這個地段 我剛剛有被那個通勤的人潮嚇到人超多的 畢竟永和這裡還是雙北滿早期開發的地區 所以看得出來周邊就是以公寓是比較多的 那這邊的新增好像真的滿少的 對其實我有觀察到這十年來大部分的案子 都是這種微老的這種都跟案 那基地都會比較小 然後社區的戶數少 甚至是這種機械式的車位 我們還有聽過就是有社區 他沒有條件做這個垃圾儲藏室喔 倒垃圾還是要得出來自己倒喔 是說永和目前人口數大概是21.4萬 這十年來推案大概是41個 大多都是小型的社區破100戶的建案只有10個 總推案量大概43千多戶真的不多欸 我一些這個永和同學都在老公寓啊 爸媽年紀大爬樓梯不方便 加上最近這個地震啊想找新房子 但真的新案沒有很多欸 我之前看統計啊他說永和啊其實每三到四年 才會出現一個基地規模超過千坪的大案 沒錯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永和知名豪宅 極美一坪花園呢它就是規劃71到88坪 那我們現在所在這個盛開大地 它是2016年推出喔 當初也非常的指標 預售有來過喔 它的規劃是21到62坪的二到四坊 它今年的實價登陸行情呢也來到了這個81萬 那另外呢有一個案子呢 它是在這個頂溪站的上方的這個供購宅喔 华福千金 它雖然不是千坪的基地 不過也非常的指標喔 它的實價登陸一樣來到了8字頭 屋齡12年囉 屋齡12年喔 對而且它在去年9月有一筆成交喔 它是總價大概4500多萬 全壯43坪 含這個機械式的車位 換算單價是98萬喔 屋齡10幾年單價還要9字頭太恐怖了吧 你讓我想到之前我朋友傳那個591的物件給我 然後它是20幾年的中古屋 開價居然也要80幾萬 永和人真的是看不懂這個永和的價格啊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查一下那個實價登陸上面或成交行情 雖然沒有它的開價這麼驚人 但是我覺得也蠻可怕的 真的 最後呢我們特別這個來到了這個頂溪站走路6分鐘的這個話題新案喔 頂溪大院 你知道嗎 我很多這個永和同學爸媽都在討論這個案子耶 是不是因為沒有什麼案子可以討論 沒有什麼新案 我有上網看了一下實登拿 它的成交單價最高行情已經突破9字頭了 你知道身為永和人我真的非常的好奇 我特別這個情商現場讓我們來拍一下 看這個基地規模喔 應該是蠻大的 對啊你可以看到這個其實它的基地有將近1000坪喔 然後它蠻特別的是 它整個規劃這個土地喔 光整個就十幾年喔 然後是這個坡道平面車位 它的坪數規劃是30坪的兩房跟40坪的三房 因為其實現在市場上很多就是兩房它其實只有20坪 甚至有的不到20坪然後 所以它這個規劃尺度算是比較舒適的 我剛剛聽到現場我真的是超級吃驚的 你知道它的40坪啊 還賣的比這個30坪的快耶 甚至還有很多人是這種一口氣買兩戶的 我只能說這個永和的這個隱形有錢人真的很多 嚇到吃手手 是不是有什麼秘密沒有告訴我 比如說是什麼千金什麼之類的 不好說 沒有啦 不可能啊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記得按下訂閱小鈴鐺 那想看更多區域分析的朋友 記得持續Follow我們喔 我們是地產祕密客 下回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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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 合作詞 說 按讚